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岳父这些混乱的关系 小克也都一情二楚 但每一次小克都表现出非常正经 并觉得这些事是可耻的 可其实他的内心却同样也是非常憧憬岳父这种刺激的生活 因为小克和妻子小雅早就失去了婚前的激情 所以有一天岳父带着小克去打桌球 决定好好交召自己这个窝囊的女婿 岳父给小克介绍了一位很凶的美女苏拉 美女不断地用各种撩人的动作刺激了小克 岳父也不断地跟小克 传出了这方面的知识 事后岳父还体贴地给苏拉披上了外套 然后抛下了小克自己快活去了 回到家后的小克得知妻子还是没怀上孩子 而今天发生的事情 让她的心一下子活络了起来 但是两人还是来到医院检查了一下 还有小克生育功能还在 而改变小克人生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苏拉借着给小克还外套为由 来到餐厅找她 还撒娇地对小克说 人家忘记带外套了 要不你去我家拿一下 此时小克的内心是无比的纠结 但正义还是站在了小克这边 外套很贵的 不能就这样丢掉 一段不雅的关系也因此开始发展 而回家后的小克也被妻子质问 怎么那么晚才会来 告知跟岳父学来的撒谎技术 起初还蒙混过关 可之后小雅就从小克外套 拿出了一件性感的内裤前来质问 聪明的小克将一切都推给了岳父 所以导致岳父被岳母给轰出了家门 心有愧疚的小克找到了岳父 打算道歉时 却发现岳父并不生气 反而津津有味地被小克 讲起了自己138次的出轨经历 还拿出了许多战利品 而岳父的出轨 其实岳母每一次都非常清楚 因为只要岳父做得对不起她的事 隔天就会给岳母买上一个好看的包包 果然第二天岳母就收到了岳父的包包礼物 为了洪老婆开心 岳父还特浪漫地布置了现场 可当门银响起 却是一位人民警察 而警察的到来 却是宣布岳母的死亡 因为拿着新包包乐死不疲的岳母 出门时却意外地发生了车祸 妻子的提示让岳父终于醒悟 自己以前怎么做了那么多错事 从此岳父对于美色 开始不再那么伤心 可此时被岳父带上不归路的小客 却越来越放肆 他们玩的花样也越来越多 而这刺激有趣的新年情 当小客年轻了好几岁 开始好好地经营起自己的餐厅 没想到生意还真的越来越好 所以这也让舒拉更想接近小客 她来到餐厅应聘服务员 并主动承担照顾岳父 两人相处这么近 办事也更加的方便 可之后岳父再一次给妻子墓碑送花时 却发现多了一支预浸箱 她急忙赶回家桌 发现墙子是预浸箱 相册也有预浸箱 到处都是预浸箱 原来妻子也早已有了外遇 这件事让岳父非常生气 可之后她也清楚自己也有错 跟已经死去的人计较 有什么用呢 但这件事也让小客突然清醒 她突然想起这间餐厅 声音好了起来后 自己的所作所为 貌子得到了妻子的认可 不再是碌碌无为的样子 让两人的生活出现了更多的爱 小客找到了苏拉 准备结束两人的关系 但却意外的发现 自己的妻子也出现在餐厅里 小客只要趁乱游了出去 而苏拉也早就想上位 所以她跟妻子说 自己有了孩子 孩子他爹是谁 马上就会出现 可接下来出现的竟然是岳父 岳父告诉小雅说 苏拉是自己的情人 孩子也是自己的 展现了自己三串不乱之舌 稳住了苏拉救回了小客 原来小客溜出去的时候 正巧碰到了岳父 明白家庭重要性的岳父 得知小客要路线了 决定替她背起黑锅 她也不想小客和自己的女儿 闹得不愉快 最后 小客和小雅再次 宛如回到刚恋爱的那一刻 而岳父也带着苏拉 过上了另一段奇葩的生活 两位女子最后也都怀孕了 小客起初还非常开心 孩子都是自己的 但岳父却说 苏拉的孩子也有可能是自己的 这样小客也得无语 但想了一想 小雅的孩子一定是自己的 可她却不知道 在和好之前 小雅同样也有一段不雅的关系 虽然也已经没有联系了 但是孩子是谁的 谁又知道呢 婚姻真的是神圣的 少年可能是比较风险保守 我个人并不能接受自己所爱的人出轨 可如果自己爱的人出轨了 我不会马上生气 因为我会想会不会是我的错 是不是因为我对他不够好 不够体贴 因为我相信我看上的人 不会是因为找吃鸡 或者为了玩而对不起我 感情需要两个人来经营 我一直相信只要有爱 每天都是热热气 对于另一半不忠 不知道视频前的你们有什么看法 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